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我们的凯峰鱼汤米线 第二个是我们的亚苏厨房 今天就带大家去现场看一下这两家 大家平时见外面的电视长成什么样子吧 我们现在是在澳门大学的研究生宿舍 这一个巴士站 然后我们要乘坐72去到 刚才我们在奥秘F上面看到的那两家店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坐车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从研究生宿舍一直坐到 坐到全里花园这个站 像凯峰呢 或者说是比较多人点的亚苏厨房 羊子精捞都是在这附近的 非常方便 这个站呦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啦 嗯 我们现在已经到全里花园这个站啦 往前走100米左右呢 我们就可以到凯峰嘛 我们现在就先去我们排名第一的凯峰看一下 这一家店 冲冲冲 今天的雨很大 所以 效果 音效 可能会不太好 大家一定要原谅我们 我们尽量把话说得清楚一点 就只要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海峰 哇我们已经到了 他们的店铺外面是纯白色的 大家要仔细点看哦 因为他的招牌这些字很小 来我们走进去吧 我们的 现在是半点 人 不少呢 那我们现在就在凯峰里县的店里了 我们现在就在凯峰里县的店里了 这个桌子上面有菜单 菜单上面罗列了十款爆款的米线 然后给大家一个提示 家午元就可以换泡饭哟 上面的口味也能满足各种人群的需求 比如说喜欢吃麻辣的同学可以点这种 喜欢吃酸辣的同学呢可以选择这两款啊 当然菜单上面还有别的热销的上面是这两款 然后只喜欢吃原汁原味不喜欢吃辣的同学呢 选择也非常非常的多不用担心你的口味会跟它有冲突什么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奥秘的软件上面的最热销的是B5这一款原味的鱼汤米线和G9这一款酸辣的猪扒米线 那我跟Sandy呢现在就打算点这两款来带大家试一试 现在我们的菜都上了这一款鲜鱼汤腐皮鱼卷 还有我的酸辣猪扒米线 我点的都是米线流水和泡饭的 你叫什么吃米线 然后这两个也是在奥秘上最多人点的 也就是奥大的学生可能最喜欢点的两个 我最喜欢吃酸辣口味的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哦 它这个猪扒巨大无比 这只是它的一半块 哎呦好沉啊要掉下来了 就另外半块 这么大块我觉得女生吃是绝对没有问题了 已经可以吃饱了 男生的话可以考虑加底 就是让它分量变得更大只要5块钱哦 对的都非常好吃 然后我这份呢就是不辣的同学可以选择的一个 然后它很特别的就是它的鱼汤了 也是这边的最招牌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鱼汤 是会用一些药材放在里面包 然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枸杞 然后同时呢它这个汤底会非常的 就是浓度会刚刚好 不会很腻 然后也不会让你闻到有鱼腥味 所以就非常好 然后一定要趁热吃 趁热吃的时候没有什么鱼腥味 那我现在来试一个汤 嗯 很鲜 然后没有喝到什么那种味精调虫的味道 是因为它是真的鱼汤 然后味道非常鲜美 所以味道有点就是它的咸度也是刚刚好 呃店里呢有这两种调料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辣椒油 据说这个辣椒油呢就是不会很辣 但是很香味道特别特别香 反正不是很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加了啦 这个呢是我本人的最爱 就是它这个萝卜丁呢 味道也不咸 反而就是那种甜口的有点 就是太好吃了 我一般来就是加好几勺啊 这样子跟着面一起吃特别好吃 我们现在夹进来 这一勺怎么够呢 再整 继续整一 这个我真的太喜欢吃了 它跟着粉一起上来到嘴里咬爆开以后 那种滋味 谁吃谁知道 好啦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吃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排名第二的亚苏厨房 带大家看一下 从海东鱼上面走出来 往刚才我们来的方向呢 到对个五十米 就能看到亚苏厨房啦 嗯 好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亚苏厨房 看到它的招牌都是红啊黄啊 还有黑色的 特别特别甜一点 然后这家是主要是 泰国和越南菜的这种东南亚菜 对的 东南亚口味 喜欢东南亚口味的同学 一定要来出去 我们现在就走进去吧 我们现在来到了亚苏厨房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来点一下 在奥秘上看到的最多人点的亚苏厨房的菜呢 就是这个招牌生牛盒 是这边他们的特点 然后也是东南亚菜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粉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牌子呢 是在澳门才独有的 所以然后也非常受欢迎 所以大家来到澳门可以来尝试一下 然后除了东南亚的菜以外呢 它还有一重庆酸辣粉 然后也在奥秘上也有非常多人选择 也就是澳大的同学也是非常喜欢吃 证明它这个重庆菜也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我要先吃一口 记得一定要把牛肉给泡进汤里 然后它才能够熟起来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吃这些香料的话 记得要在点之前让它往里走 它这个汤就是非常浓的那个鸟肉汤的香气 然后夹着那些东南亚香料的那些香气 刚才我们吃的两家店呢就是在奥秘这个APP上面 澳大地区销量最前的两家外卖的店啦 如果想要尝试的同学们可以在软件上面点外卖啦 或者说也可以亲自坐车来吃 毕竟这两家店都是离我们澳大比较近的 今天我们两个人胃口有限 今天就只能替大家来试一下这两家店了 后面还有更多美食等着大家发掘哟 平时同学们上完课以后呢 刻意有时间的时候想要改善火池 就可以打开外卖软件去选择 你想要尝试的饭店去下单啦 饭店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对啦 拜拜 拜拜